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七夕特别节目 天下有情人 七夕节起始于上古 普及于西汉 鼎盛于宋代 在古代 七夕节是妇女们的专属节日 在七夕的众多民俗当中 有些逐渐消失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 被人们延续了下来 七夕节发源于中国 在部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 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 2006年5月20日 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谢谢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 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 谢谢 谢谢大家 太好了 是是是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呢 是传统文化 是啊 今天这个节目 说的也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李丁 说到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你能想到什么关键词没有 关键词 传统节日 对 我觉得啊 两个字 什么 麻烦 怎么传统节日想到麻烦呢 传统节日多麻烦呀 习俗那么多 还得背这些烂七八糟的知识 传统节日都麻烦吗 太麻烦了 春节哪麻烦 春节包饺子 麻烦不麻烦 元宵节 包元宵 奔武节 包粽子 中秋节 包月表 你们家是开复食店的是怎么着 怎么老包我们过节过去买点不就完了吗 我们过节都不买 我们都卖 还认了 没有你这样的 是吗 上台我主要说传统节日 我刚说已经麻烦 刚说已经麻烦 怎么说 还急了 你看这人 那不急吗 我告诉你李丁 我要再说一传统节日 你还敢说麻烦 你现在跟这倒立 你唱首歌 什么奇怪的惩罚呀这是 七夕节 麻烦不麻烦 这过人就是你了 别 别 别匍匐了 您过去 七夕节最麻烦了 这也麻烦呀 七夕节朋友们 七夕啊 过不好就是小清明啊 过不好就是 过不好就要命了 哪要命啊 七夕节 你又得准备礼物吧 还得用心了 又得浪漫 这多麻烦了 主要是礼物比较麻烦 对呀 没有关系 你提前准备不就得了吗 提前 明年 过七夕那天 打算送点什么礼物 什么你送我 我送你啊这是 咱俩互相送的像话嘛 看你什么样 准备送点什么礼物 我是这模样吗 不是咱俩 单身女孩 你要送我一单身女孩 你送给人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送我呀 把我智智诚诚 送给一个单身女青年 那你要送那大姐 送我呀 送那妹妹 送我呀 送那大哥 送我 那我就不太合适了 你也知道不合适 送大哥的呀 到底送什么礼物 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问我呀 问我 问我 来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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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问 来问我 你是神经病吗 我让你问什么 我让你知道问什么 一上来 问问问 干嘛呢 让你问我 给你出个主意 你送人什么礼物 你给我出个主意 你说我送什么礼物 那你得先说 你这预算是多少 预算呀 预算这样 咱们知道 我也大大方方 智智诚诚的 就图给大家都高兴 好 三十块钱 好不好 送多少钱 三十 三十 七夕那天 七夕 送姑娘礼物 三十块钱 有了 不能超过三十 你送这女孩 两碗炸酱面 什么 送两碗炸酱面 哪姑娘吃了 两碗炸酱面 送一碗就行了 两碗就行了 不对 你不明白 一碗炸酱面 拍你脸上 它不解气 两碗才解气 对不对 全拍脸上了 你这玩意怎么吃 就往下汤了 没让你吃 看完 想你这别美了 都拍脸上还吃呢 三十块钱 就三十块钱 可不两碗炸酱面 我们家管的盐 就给三十块钱 你也别花钱了 七夕那天 我怎么着 你送真诚 怎么送真诚 七夕那天晚上 你跟单身女孩 第一次见面 你送人温暖的拥抱 这样真诚不真诚 我不是一流氓吗 这不就是 我第一次见 姑娘上 我就抱人家去 这不行啊 第一次见面 不能拥抱 不合适 那这样吧 那只能七夕那天晚上 你自己给你自己拥抱 这干嘛呀 安慰我自己是吗 七夕节 大街上全是情侣 那边有一对 在那拥抱呢 我走过去 到边抱自己 你别抱了行吗 你让大伙看里面 跟二傻子似的 谁跟二傻子似的 你道歉还不行 本来就是 不该当众说你大傻子 怎么大傻子了 怎么又升级了 怎么刚才不是二傻子吗 我看你这形象挺傻的 我怎么傻了 一冲你这个思想 说明你这人对七夕他不了解 你了解七夕 我当然了解了 你怎么了解七夕 我太了解了 七夕传统节日 有很多古代的传说故事吗 传说我也知道 对不对 咱举个例子 大伙最熟悉的 就是牛男和织女的故事 什么的故事 你先等一下 什么故事 牛男和织女的故事 你没听过 牛男我听说过 织女我也听说过 但是这俩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织女在家 顿着牛男 等着牛郎回去 织女把牛给宰了 是吗 还等牛郎 别等牛郎 牛郎都失业了 牛都没都下岗了 牛郎自己上地底 拉那篱笔去了 不是那牛 哎哎 李丁李丁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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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 演得还挺头肉的看你 我看起来真好笑 你回来 你回来 不是说我说什么都非得演出来 你不像话的你 你说叫什么 牛郎织女的故事 天仙配吗 牛男织女 天和配 那我能不知道吗 这天和配的故事 牛郎织女 这故事你要是熟悉的话 咱们给大伙演出来 这干嘛呀 谁演得好 代表谁对七夕才了解呀 没问题呀 我来分一下角色 我肯定演得好 你分角色 你呢演这个织女 我演织女 我呢演两个角色 我演牛郎跟老牛 又嫌你 嫌你嫌你 嫌你我眼级高 行不行 这织女呢是天上的仙女 对对对 夏凡在湖里洗澡 对对对 然后咱们就从这个牛郎和老牛偷看仙女洗澡 怎么老牛也看我洗澡啊 人故事里就这么写的 先是老牛看见了 这老牛他通人性 去找牛郎报信先 这这么一个关系 对吧 那可以可以 但是你注意 你就演这个织女洗澡 演一个仙女洗澡 然后老牛过来了 老牛来偷看啊 嗯 我 我 这水真够凉的 不是你 等你 你先别 你先别 你先放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你见过哪姑娘这么洗澡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姑娘该怎么洗澡 你告诉我姑娘该怎么洗澡 就那缅 你看 就那缅 就那缅 本来就是我哪知道姑娘怎么洗澡 不 姐姐赶紧洗啊 让那天上去停水 好 来 就是我给你 我给你冲准 行不行 行 行 你看够没有啊你 我得眼牛嘛 你眼牛你赶紧报信去 我得报信去 对你干嘛 牛郎 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有消息了 村口的厕所快没指了 什么消息啊这是 不是这消息 什么叫厕所没指这什么消息啊 那什么消息 仙女洗澡的消息 牛郎 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消息了 村口厕所有仙女洗澡 我这仙女也太惨了吧 我好不容易下个烦 我上厕所洗澡去 你不明白这牛他特别不好演 不好演 我演牛行吗 我演牛跟仙女 嫌你啊 我演俩 我让你看看怎么演这牛 我来这牛郎得了吗 牛都不会演 牛郎 牛郎 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什么消息 村口那湖里有仙女洗澡 而且是七个仙女 你要是偷一个仙女的一件衣服 那个仙女以后就是你的妻子 那我偷七家 一嘴 还偷七家 你够有野心的 你养得起吗你 偷七个仙女 那应该怎么着 赶紧谢老牛 就赶紧去看去了 就看去了 谢老牛我去了 这 仙女呢 哎呀 女菩萨 让俺老牛也洗洗 走走走走走 我等半天等一猪八戒 你看见了吗 那你说我怎么办 跟我搭讪呢 聊聊天 没话搭个话 对不对 姑娘聊天 仙女你好 你好 请问村口厕所还有纸吗 又是这句呀 你说我问什么 你送我点定情信物 这行吗 好 仙女你好 你好 我现在要送你一个定情信物 你要送我什么信物 我送你两碗炸酱片 啪啪 你别说了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归宿 2007年由张国立和蒋文丽主演的电视剧《金婚》 讲述了一对相濡以沐的夫妻 在爱情婚姻的道路上相伴50年风雨历程 走到金婚的岁月 其中由珠海作词 孟卫东作曲 诗鹏演唱的片尾曲《这一生还是你最好》 倒进了上一辈人携手走过这一生的酸甜苦辣 一生我和你说过爱 直到今天情未了 哪怕岁月半忘了春天 花香还在你爱抱 用心和红梅一秒 爱的世界不会老 红颜人间白霸气 转眼人生月情悲欢 我们又哭又笑 这一生我和你说过爱 从年轻一直到老 哪怕风雨吹走了眼角 也不让爱情苦了 曾经相遇到永远 曾经相遇到永远 终点有谁知道 空眼已推白发飘 这一生还是你最好 这一生还是你最好 谁 这一生还是你最好 也该变不良 也该变不良 太多了 他这生是你最好 多好 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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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